大家好,17点16分,11月2号啊 这位粉丝啊,在38军,不是38军,27军当过兵啊 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些关于六四的那个 这个一些参加过六四开枪镇压的啊 戒严部队的一些他们的原来的军官的回忆啊 还没顾上说呢 每天老有新鲜事儿,幺蛾子啊 他又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啊 后来他退伍之后,到了一个国家机关啊 他说呀,我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那顿老局长没有五万不敢去的饭局 他们的单位的局长啊 兜里边没揣着五万块钱都不敢去 因为他得买单啊 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也在这件事里获得了一份好处 这就叫与陆军斩利益共同体啊 当时我跟楼道里啊 我在楼道里跟局长这个走了个对链啊 走了个对链,链对链啊 本来去屋里给七茶倒水的 因为当时是我们局新成立了一个办事处 没有专门的办公室 我们分管领导很了解我 当过兵,很有眼力见 当兵的啊,最起码服从命令,听指挥 也会看领导的脸色 是吧,在部队里培养出这样的啊 所以呢,局长来这边 七茶倒水就都让我去 啊,就是有眼力见会伺候人 会看出这个 眼色啊 有这个 用我们老家话叫能看出眉眼高低 啊,或者我爷爷活的时候老说哈 能看出棱缝 能看出棱缝来啊 我正要敲门禁 啊,局长呢 从屋里往外走 跟我走个对链 顺口问我一句 小子,兜里有钱吗 兜里有钱吗 问的我一愣 我那会儿啊 私下也做点小买买 倒腾个电脑啥的啊 全局上下的电脑 包括各位正副局长家的电脑 都是我给修啊 我说有 顺手从口袋里把钱都掏出来了 大约两千二三的样子 局长说给我吧 一会儿啊 市委秘书长来出去吃饭 市委秘书长要来啊 兜里就七千啊 局长啊 兜里有七千都不行 都不踏实啊 吃好的呀 是吧 那个地方也得隐秘 也不能说你找个大排档 找个普通的这个中低档的餐厅 肯定不行 哎 那会儿我也傻 顺口就说了一句 还不够啊 就说局长说他都是有七千 是吧 你老百姓 俗话说贫穷 限制了想象力 是吧 七千还少吗 对吧 你像像我这种人 我都觉得是吧 一顿饭吃七千 是吧 这都是狠那个什么了啊 局长轻蔑的 看了我一眼说 谁谁谁 就指着他的名字啊 没个五六万 没个五六万 你还想吃顿饭 明天去财务室拿钱吧 他不是给掏了两千二三吗 哎 明天财务呢 给你报了啊 不让不可能让你掏 你就先帮我垫上 是吧 你听他说没个五六万 你还想吃顿饭 过了几天 财务主任啊 给我打电话 说去局里拿钱 我就去了 主任说有发票吗 我说没有啊 是吧 主任逗乐道 没票不给报 我说那就算了呗 啊 就开玩笑的话啊 主任说多少钱 我说没数 主任马上说五千几 五千几 你看 他为什么有个五千几的说道 明白了吗 就是他们的局长也是虚报的 所以这哥们给掏了两千二三 不让他白掏 不让他白电 说五千几 那就局长提前已经给电话了 就是让他从这里边捞点钱 实际上这哥们不给电了两千二三吗 说五千几 那这数字怎么来的 对吧 五千几 我一听 马上接话 他也聪明 五千七 五千七往多了说 啊 说五千八 五千九 有点含糊 说个七 七是个大数 是吧 主任给出纳打电话啊 打的是局里边的内线电话 就拨后四位那种啊 一会儿给某某某支五千七 支就是支出 就是出纳啊 支出 没票 就是没有发票 哎 这就是小金库啊 我果然拿到了五千七 至于他们的账啊 这个账目 如何平 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管不着了啊 是吧 都有小金库 都有各种来钱的路子 是吧 没等发工资 我就把我的诺基亚3310 换了一个摩托勒拉的998啊 换一个好手机吧啊 哈哈哈哈 惊喜吧 还有就是那些村霸啊 还有村霸的事 待会再说吧 哈哈 哈哈